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8日在江西出席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 提出要通过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城乡一体化 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 有学者指出这个愿望是好的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下要落实的困难度很大 李克强在会上强调 现在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 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 从城乡看 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 现在人均GDP是5400多美元 分地区看 东部有的八九千甚至上万人民币 中西部有的省只有两三千 从区域看 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 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 差距是巨大的 李克强表示要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 具体的三个方法有 一是要靠城镇化 二是要发展现代农业 三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 北京社会学家周鸿林认为 这是美好的愿望 但是在目前中国社会体制下 未必能落实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给公民服役权力 导致一些既得利益集团 对于一个好的做法 一个正确的做法进行阻挡 应该是还圈于民 还圈于社会 让整个公民公众 整个社会积极地建立到公共政策的制定 以公共政策的推行过程中 否则我们有美好的愿望 未必能够落实 署名名人一行的网友表示 农村城镇化的问题涉及中国农民 土地产权 工业化 产业转型 民生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仅留在表面和口号上 被下面歪嘴和尚念了歪经 对农村和农民的伤害 甚至对经济改革的伤害不堪设想 新唐人记者雄斌丁林采访报道